第二周 第二篇 皆知的生命 阿们 我们前面第一篇呢 就是讲基督徒生活的内在的意义 我们知道过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活基督的生活 那想谈到一个生活 生活是基于生命 那这个生命到底是怎样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 那我们知道在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可是呢 接着后边就说 我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 那还是有我呀 不再是我但是还是有我呀 那到底这个是怎样 所以这一篇呢 是很有帮助 对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 那我们过基督徒生活 所有的这个生命 他在这里讲乃是皆知的生命 这个皆知是圣经里的肯定 好 我们这一周呢 这一篇是一共有七个大典 前四个大典 可以列为一组 主要就是在启示这一面上 后边三个大典 就是多是在生命 经历这一面上 好 弟兄姊妹呢 我们就一个大典 一个大典 看一下 我们把篇题啊 再读一下啊 皆知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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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阿们 那经节呢 他引用了这三处的经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 那他就直接又讲啊 主是真葡萄树 那我们呢 是知子 我们跟主 主跟我们 事实上是一的 生命上是一的 树跟知子是同一个生命的 然后罗马书十一章 那这一段呢 我们可以 可以读它几节 第十七节 我们就一起读一下 就停在这里啊 你看 他在这里 就很紧的说到 被接知 是我们是 被接上去 这就是讲那个接知 阿们 那看见我们呢 我们是野橄榄呢 有一个野橄榄 那也有不是 野橄榄呢 就是栽种的这个橄榄 你看 野橄榄树上的枝子 我们是 被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 哈哈迈 说接知呢 在这里就很清楚 这是圣经 拿着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来让我们看见 我们跟主 主跟我们 这个生命 是怎样 是一个 学知的生命 成为一命 那灵前六章十七节 那这个就是内在的 怎样成为一命 我们把这一节呢 再读一下 但与主 与主联合的 也是与主成为一灵 为一灵 各位 这个成为一灵 我们叫它调和的灵 神是 我们的灵 是重生啊 以后我们的灵啊 就是一个重生的灵 活过来的灵 主的灵 就住在我们这 重生的灵里 活过来的灵里 所以呢 主的灵 我们的灵 联合成为一灵 这就是内灵 感谢主 美麦 我们看一下第一大点 嗯 我们一起读哈 我们是基督里的信徒 过节制的生活 在这生活中 我们与主是一灵 并活在他神迹的连接里 嗯 是的 与主是一灵 Amen 与主是一灵 然后就过一种生活 这种生活的特点 就是生机的连接 Amen 诗汉十五章啊 讲的就是生机的连接 我们住在他里面 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Amen 生机的连接 哈利路亚 Amen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 是皆知的生活 Amen 那这种生活呢 事实上 这就是第二大点 就是神所渴望的 与人的关系 我们把读一下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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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是神渴望与人 所有的关系 还是他要与人 成为一 这种关系啊 是源源不是人所能想到的 人所能想到的 我们能想到 我们承认有神 其实那时候不太认识神 也知道承认有神 我们想到的关系就是 是创造者与受到者的关系 我们是想都不敢想 我们是受到之物 竟然与创造者能够成为一啊 第一个重点 他就说神渴望 不是我们敢想的 我们更不敢渴望 但是神渴望 神圣的生命与属人的生命 联合一起 成为一个生命 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 这是他经过过程 在一灵里面所成就的 这个就是成为一个生命 这是远远超过受到之物 与造物者的这个关系 这个一呢是生机的连接 在生机的连接 所以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生命 人跟人呢 他不是仅仅摆在一起 他是真正内在的 里面生机的 真的就成为一个生命 这是神的渴望 这就是神的经论 最终圣经成就的是什么 新耶路撒冷 就是神与人的连接 调和合并 所以第三个重点 他讲神的生命 与人的生命 结为一命的观念 是奥秘的 超过天然的观念 对人的思想是陌生的 的确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两个大点呢 就给我们开篇一下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呀 是活基督的生活 那怎么活基督呢 基督也有我们 事实上呢 就是一个皆知的生活 内在的看 就是与主是一灵 活在与他生机的连接里 那这一个呢 是神他所渴望的 他不愿意与我们的关系 仅仅是受道者 与造物主的关系 乃是与我们成为一 成为生命 那这个观念呢 是一个超过人 所能想的一个奥秘的 但是又是神秘的 好 那我们呢 也许啊 就我们就把这两个点呢 先自己先三十秒 先读一 先说一说 基督徒的生活 应该是活基督的生活 就是与主的灵 成为一面与他灵 就连接在于 天面 现在每个王子的神后 所有的关系 就是要以一个生命 往生命的灵 结果中间相处的灵 而是神的生命 结论了一面的关系 是神的灵 就是生命 就是生命 神的生命 就是生命 为一面与你 结论了一面的关系 是奥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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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天然的 观念 对人的死 是陌生的 是的 转我们的观念 阿们 我们 阿们 再往下看 三点和四点呢 就给我们看见 要皆知的话 视纸上 是有条件的 第三个大点呢 给我们看见 它必须两种生命 是相似的 这个大点呢 光两种生命 是相似的 摆在一起 也还是不行 它还必须经过一个过程 尤其是这里说的 那个七哥 对 所以这两个条件 是缺一不可的 那我们看第三个 八点 好像是相似的 我们一起读 在这些 这些是两种相似的生命 接在一起 然后再一起 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读这十一章的时候 就读到 都是橄榄 那一个呢 是野橄榄 一个呢 是栽种的 野橄榄树 一个是栽种的橄榄树 那你说这两个呢 它就叫相似 那它不叫相同 也不叫不同 它叫相似 两个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话呢 它就不需要接 它就是在一起 那如果是不同的话 那如果是不同的话 它是无法去接的 接之 一些常识也知道 那你说 你说香蕉啊 你说跟这个桃子啊 它就没法接在一起 因为它不同 所以它这两个呢 它就叫都是橄榄 但是呢 它又是不同的 野橄榄 和栽种的橄榄 这两个呢 就叫相似啊 那 第一点呢 它就说两种相似的生命 结在一起 结之 才能成功 那我们就 就想啊 弟兄姊妹啊 这个事情 我们要相似 我们跟神啊 祂是非受到的 创造者 我们是受到之物 这两个 那是天壤之别啊 有什么东西 比这两个 差别更大 但是 带去回到神的话上 真的是使 竟然我们的生命 跟祂是相似的 在哪里看见呢 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时候 创世纪一章26节 它就讲了 就是 因着我们人的生命 是按着神的形象 照着神的样式造的 所以能与神圣的生命连接啊 因为神的心意 就是要跟我们成为一啊 我们刚才看第二点 所以祂创造的时候 就把我们创造的 与神相似啊 哈利路亚 Amen 我们是按着祂的影像 照着祂的样式造 这里没有眼睛 像我们都知道 一章 创世纪一章26节 第三个重点说 我们人的生命 与神圣的生命相似 因此神圣的生命 与人的生命 能结枝在一起 然后生机地长在一起 Amen 这都是出于神的心意 祂已经预备好了 使我们能够与祂相接 第四个点呢 那我们稍微仔细地看一下 第四个点 祂是怎样经过了这个过程 使我们与祂能够去截持的 第四个点我们一起念 为使我们皆知到基督里 祂必须经过 肉体定死和复活的过程 就是这三个点 必须经过这个过程 第一是称为肉体 为什么要称为肉体 我们一会儿看第一重点 那为什么要需要定死 为什么需要复活 弟兄姊妹 我们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过程 但是我们看的角度不一样 比如定死 我们所看的角度 主要就是 祂的死来救赎我们 祂的血来洁净我们 但是呢 今天我们从基督徒的生活 与祂是一连接的这一面来看 竟然祂是成为肉体定死和复活 目的 目的乃是为了与我们能够成为一命 与我们能够连接 接至 好我们看 第一个重点一起 基督成为肉体定死和大卫的儿子 也就是大卫的志 也就是大卫的志 赞苗 使我们能与祂接之在一起 祂和我们一样一世 使祂与我们能接之在一起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经节 祂是大卫的志 基督是神 神跟我们是无法皆知的 我们是人他是神 所以他怎样 他要成为肉体 也就是成为我们 他化成了肉体 在门往下看 撒加利亚书 他就说 我必施我的仆人 就是那苗发出来 那耶利米苏他说 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 他直接就讲那苗 就是这个苗 就是成为这个树了 成为与我们是一样了 那我们是知识吗 那我必施大卫公义的苗 我们以前看基督成为肉体 那我们是说他是活在我们中间 风风满满的有恩典 有实际 他把神显明出来 那给我们看见 神作为一个人 是一个正确的人 过怎样的生活 那这是一面 那他也有份于我们呢 他能够真实的经历我们所经历的 那他在各面都受使用 只是没有罪 那他不能够去 软弱的大祭司 那这些呢都是他称为肉体 的是方方面面的 那我们特别的知道 后来那这个指示啊 特别的讲 神成为人呢 是把神带到人的里面 那这个是特别的 那这个与阶子啊 就直接连在一起了 神跟人是多么的不同啊 但是基督成为的肉体 就是把神 把一个特别不同的与我们 能够与我们联合了 神带到人的中心 带到人的里面 对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看呢 在这边旧约里边 就特别的说 他就是成为那苗 他是神 但是呢 却成为那苗 就成为人 与我们一样 这个是成为肉体 从这个角度上看的一个意义 把神带到人的里面 与我们 他是神 却是与我们一世一样 阿们 目的是什么呢 从这个角度上看 就是能使我 能使他与我们 结枝在一起 结枝在一起 否则我们无法与他结枝 他必须与我们是相似 好 这是成为肉体 那成为肉体 那更重要的往前一步 基督在十字架上 必须被切割 是我们能被 啊 结枝在他里面 我们知道 一说到结枝啊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切割 那我们 我们见过 啊 这个结枝 我们弟兄姊妹 我也知道 像国虎啊 他们都挺会结枝的 嗯 那个结枝啊 那个切割啊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事情 切割不好 他就是切不活 对 那个切割是非常有讲究的 那这是个特别重要的一面 那这个就是十字架 基督在十字架上 被神啊 切割呀 切割的目的 使我们能够被 接在他的里面 嗯 所以基督成为大卫的 之子并不是说 他就能与我们结枝 结枝需要切割 结枝要成功 就需要两方面都被切割 哪两方面呢 嗯 和我们 基督在十字架上 受死时 就被切割 嗯 阿们 阿们 那我们什么时候被切割呢 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悔改 接受主食 就被切割 我们的天性是朝着一个方向走 是远离神的方向 但是呢 我们悔改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一百八十度转弯 我们向着主 接受主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切割 我们被打开了 我们不是原来的那个方向 那个天性了 我们回来呢 跟已经切割的主啊 连接 接受他 这个切枝就开始了 切割之后 联合与生机的 连接才发生 因此在切枝的事上 有切割 联合 以及生机的连接 嗯 切割 然后联合 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呢 他们是用一个绳子啊 一般我看见是用个绳子 把它紧紧的绑在一起 那这个呢 就不仅是一个 外边的一个联合 放在一起 它就是里边呢 有一个连接了 内在的有一个连接了 生命和一个沟通了 嗯 对 这是第二步 那还有第三步 那把它连接在一起的目的呢 是什么 事实上是成为一命 里边的供应是能通的 里边是通的一起的 那这个呢 就需要第三步 基督在十字架上被贴割之后 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 赐生命的灵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境界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而且主就是那灵 那这些成就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为了 要我们与他 他与我们呢 能够里面是通的一起的 他如果不是成为赐生命的灵啊 我们是跟他的供应啊 都还进不来的 我们接受他也是 接着他就成为这个灵进来的 生命是这样 供应也是这样 都是借着这个灵 基督成了这样的灵 就预备托到可以接之了 我们接受主 主这次生命的灵 就进到我们的灵里 把神的生命带进我们里面 我们就与基督接之在一起 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一个灵啊 就是他切割了 我们也切割了 就是我们也悔改了 我们是跟主呢 可以绑在一起 但是里面呢 却是没有这个生命进来 我们的生命还是我们的生命 主的生命还是我们的主的生命 两个呢还是分在一起 乃是借着成了这次生命的灵呢 他就从就进到我们的灵里啊 阿妹 所以必须有这复活 成为这次生命的灵 绑在一起里边的生命呢 必须有交通啊 否则还是是死的嘛 所以进到我们的灵里 把神的生命带进我们里面 我们就与基督接之在一起啊 嗯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的复活里 他所成就的嘛 吹入一口气 里面受圣灵啊 阿妹 这之前是在人的外面呢 等他死而复活以后呢 他成为那灵以后呢 他就能够进入我们里面 三一神进到人的里面呢 是叫圣灵啊 嗯 是 阿妹 那进到我们的里面呢 你看他 实际上罗马书 这个八章啊 他就讲我们全人呢 就从灵里面开始赐生命 八章 这个十节就讲 这我们的灵啊 就是生命 那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 八章六节就讲我们的心思之于灵 我们的心思啊 就是生命 好 以平安 那这个十一节呢 他就讲啊 那进而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 也就是说他这个生命 赐生命的灵啊 进到我们的全人里面 灵魂体啊 这个就是戒指成功 阿妹 阿妹 这个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 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 就把死而复活的灵 灵魂 就关键呢 带到我们这些信徒里面 是我们可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我们就在这个死与复活里 与基督结支在一起 所以这个大点呢 就是给我们稍微细一点 给我们看见呢 我们与基督是怎样结支在一起的 他成为我们 这是成为肉体 是我们 是他与基督相似 他经过这个切割 也就是那个定死 他呢 不仅如此 他成为 在复活里成为这次生命的灵 能够让他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能够进到他的里面 就是戒指里边 这个生命是活的了 能够见 阿妹 那这一点呢 就是从启示 上给我们看见啊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实际上就是个结支的生活 结支的生活内在来说呢 就是与主是成为一个 两个命啊 成为一命的生活 两个灵成为一灵的这个生活 我们做到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基督他亲自成为肉体精子 复活 这个过程 使我们与他能够结在一起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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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我就到这里 下面我们 麦卡弟兄 一起 好 那我分享一下 题目 好 好 弟兄姊妹们能看到 阿妹 好 那 谢谢弟兄刚才的分享 我们这周呢 回到了 来到了这个第二周 我们知道这个总的题目啊 这一系列都是在讲到 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但是我们要能过这样一个 基督徒的生活 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生命 就是这一篇所讲的 皆知的生命 那刚刚 在我们过了前面的四点啊 在这个启示方面 有没有看到这个 皆知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我们看到 我们要过 这个回顾一下前面四个大点 我们过这样一个皆知的生活 其实就像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里边 讲到这个生活 其实是与主 能够成为一灵的 这样一个生活 是这样一个生机连结的 这样一个生活 而这样一个生活呢 其实也是 圣经所启示 神的渴望 他的渴望 就是要来与人成为一 所以这也不是 我们自己想过 就能过的 这乃是神的渴望 他要与人来成为一 那我们究竟怎样的 才能 这个成为一 与神来成为一 过这样一个 皆知的生活呢 第三和第四大点 给我们看到 两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第一 一方面呢 在皆知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两种 是相似的生命 所以感谢主 神造我们 把我们造的 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所以我们有与神 虽然不是一样的生命 不能说与神一样的生命 但是我们有与神 相似的生命 因着这样一个相似 我们就有这个 皆知的可能 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 这样子的心意 来造我们 那更重要是第四点 第四点是 在这个时间里 这个神成为了人 为什么经过 这一切的过程呢 乃是这边讲到 这一个基督成为肉体 做了这个大卫的 枝子纳苗 并且使 那个他皆知在一起 成了和我们一样一世 原书呢 我们上面才讲到 我们与神 是有一个相似的生命 而这里啊 基督他借着成为人 成了跟我们 甚至是一样一世的 这样的一样一世 让我们能够与他 接知在一起 真的是感谢主 有这样一个 原初的心意 在造我们时候 让我们有相似的生命 甚至也在时间里边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实在是神 这个永远的经论 他的在时间里边 成就了这一切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与他 接知在一起 那刚刚弟兄 已经分享到了 基督的这个 十字架上的切割 然后他的这个 不服 然后成为自身命的灵 就是让我们在实际中 能够经历到 与他一同来活 一同接知的生活 好 那刚才弟兄也讲到 我们后面的五个 后面的三个中点 三个大点呢 五六七三个大点呢 可以说是更加重在 这个生命的经历这一面 那大家可以 我们一同的把这三个大点 我们来读一下 好不好 我们这些重生的人 应当够接知的生命 一种双方在其中联合一起 而生机 上的生命之 好 我们到第六个大点 这边是 不是乃是 这边一个 接知的生命 不是 替换的生命 乃是 属人生命 与神 神明的调和 我们到第七个大点 又是一个 不是和乃是 在接知的生命 在接知的生命里 属人的生命 不是被除去 乃是被神圣的生命 加强 而兵充实 那为什么说 后面这三个点呢 我们更加的是 在这个生命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实在是经历中的事 这边用到一个词 叫做活 接知的这个生命 我们这一篇的偏题 也是讲到一个 接知的这个生命 那其实呢 在英文里边 这个词呢 就是叫 live a grafted life 那其实跟我们的 第一个大点 这边用到的是 同一个英文里边的词 过接知的生活 和活接知的生命 其实在英文里边 是同样一个词组 都是live a grafted life 那这边讲到一个 过接知的生活 那其实我们看 这一系列都是讲到 我们要这个 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 究竟是怎样一个生活呢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样一个生活 其实不是一个 外面的做法 或者说是外面的 一个模仿 或者一个效法 要能够活出 这样一个生活 必须里边 有这样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要过 这样一个接知的生活 必须要有一个 活一个接知的生命 所以其实这两个事情 是同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有这里边的 接知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活出 一个接知的生活 所以到了第五个大典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 接知的生命 能够活起来 那这边就给我们看到 什么叫做一个 接知的生命呢 其实就是一个 双方在其中 一起联合一起 而生机生长的一个生命 那这边所引用的 约翰十五章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图画 我们有这样一个 真葡萄树 那我们是这样一个枝子 我们枝子接在 这个真葡萄树 是怎样呢 乃是有这样一个 同样一个生命 连接在一起 并且是在一起的 生机的这样一个生长 包括这边所提到的 这个结果子的事 都是一件生命上的事 这个枝子啊 为什么说它离了 这个葡萄树 就不能做什么呢 因为离了这个葡萄树 它就没有这个葡萄树的 这个生命在这里面 没有这样一个 结枝的生命在里面 没有这样一个 结枝的生命 它就真的不能做什么 结果子也没办法结 因为它没有这样一个 生命在它里面 就没有这样一个 功能在里面 所以这个枝子啊 结在这个葡萄树上面 其实是一个 生机的过程 是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把这三个终点 我们弟兄和姊妹 轮流读一下 弟兄们 我们以基督接在一起以后 就不能再和我们自己活着 那要让士领的基督 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不能再提自己的肉体 或天然来的所活着 那要提我们人生的灵 就是与基督切之的灵活着 阿们 我们一起第三终点 我们就与基督连结 调和并在一起 能成为基督的身体 阿们 好 那我们看到前面两个终点 特别讲到有两组的相对的事情 一个终点要讲到 我们与他接在一起 我们就不是在凭着我们自己活着 而是凭着那士领的基督 所以这边就一组对比 就是我们要么是我们凭我们自己而活着 要么我们是凭着那个士领的基督而活 让他活在我们里面 所以加拉太二章二十 这个经节非常关键 这一篇的信息多次的引用 而在这一个终点下面 里面所要强调的点 是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接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不再凭我们自己活着了 乃是让这个士领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第二终点呢 又是一组的相对 那相对的点呢 乃是我们要么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 和天然的琐事而活着 要么要是凭着那重生的灵 我们不是凭着肉体 乃是凭着这个重生的灵而活着 罗马书这边引的经节就讲到 我们这些人呢 其实不是照着肉体 乃是照着灵而行的人 我们每天的生活啊 我们要真的是 主啊 我们不再照着我们的肉体 照着我们天然所事而活 我们现在是皆知在你里面 我们是照着我们重生的灵啊 这个重生灵就是这一个与基督皆知的灵 主啊 我们要凭着与基督皆知的灵而活着啊 阿们 那其实这样一个活着啊 就是神真的 他的心意就是在这三个词啊 神与人的关系 就是连结 调和与合并 连结与调和与合并 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这样一个经历的一个过程啊 我们与他连结 首先就是在生命上 我们看与他有这样一个联合 嗯 这个生命与他联合 连结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的成分 就开始有这样一个交换 就像这个枝子和葡萄树一样 你就渐渐的分布清楚 那个枝子和葡萄树 哪一个部分是枝子 哪一个部分是葡萄树 里边就有这样一个琐事 这生命的构成就开始 有这样一个调和 我们性情上就渐渐的跟他调车 成为一 最后啊 我们达到一个合并 这个人位上面一个合并 至终啊 这个成为一个宇宙的 这个神人的连条的一个大合并 所以真的 神永远的心意 让我们要与他连结 调和并 合并 这个真的是他的 真的是他的永远的心意 也是借着这个葡萄树的图画 给我们看到他所要成就的啊 这一点 好 所以这个第五个大点就是讲到 我们皆知的啊 生活需要要活一个皆知的生命啊 这样一个生命呢 就是联合在一起 并且是一个生机生长的生命啊 那我们现在进到第六个大点啊 第六个大点呢 特别强调有一个啊 我们常会有的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替换的观念 但是第六个大点强调 皆知的生命不是替换的生命 乃是属人生命与生命 神圣生命的一个调和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 或者甚至有啊 许许多的基督徒 都是有这样一个替换的啊 观念呢 啊 我们读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啊 我们常常会盯到这 看到这一句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啊 我们啊 乍一看 可能就是一个替换的生命 就是把我给替换掉了 然后基督啊 进来了 啊 但是其实我们要继续的来读啊 这个经节 就是看到 我并没有就因此就消失 因为他这边讲到 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 所以说明我还是在这里活着啊 我在神儿子的信里 与他连结而所活的啊 这边还是有我在这里活着 所以这边不是一个替换的生命 那究竟怎么理解 这个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呢 其实这边所说的不再是我 这个我 乃是讲的我们的这个救我 保罗说他不再是这个救我 他这个救我已经被了结了 已经被钉死的 他钉死的是这一个救我 但是呢 有这样一个新我是一个重生的新我 这个重生的新我是在活着 并且重生的这个新我是有这个神 加到里面做我们的生命 所以是这样一个重生的新我啊 跟神连结所活的这样一个生命啊 连结所活的这样一个生活啊 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注意 皆知并不是一个替换啊 皆知并不是替换啊 好弟兄们我们把第一个重点 我们读一下 一万生命的观念 一万生命的观念是我们将我们属人的生命 让给主 所以他以他神圣的生命来取代之 阿们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说把这个属人的生命就完全的除去啊 我们钉死的是我们这个救人是我们的救我 但是我们依然有这样一个属人的生命啊 而且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属人的生命是有更高的价值在这里 所以我们不是把主人生命给让出去让神来取代 而是这样一个属人的生命 可以与神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 并且一同的生活一同的生长 旁边姊妹们把第二个重点读一下 基督徒的生命 并非替换的生命 乃是这间的生命 属人的生命与神圣的生命调和 阿们 那这边呢 其实我们能够属人的生命与神圣生命的一个调和 乃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 也是其实我们每一个 每一位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经历 那罗马书六章里边就讲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这个经历 罗马书六章里边先讲到我们是要进入这个基督耶稣的人 乃是要进入他的死 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我们这个救人 我们这个救我需要被了结 因为我们救人里边 我们救灶里边其实有很大的一个 这个拦阻的成分 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罪 一个就是这个死 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 他成了那个末后的那个 借着他这样一个包罗万有的死 把这个属亚当生命的 这一切的这些救灶都带到了这个十字架上面去 有一个大的了结 一个大的结束 所以我们的受尽啊 也是去连于他的死 我们是与基督一同的来埋葬 把我们救人里边 亚当里边的这些天然的生命 一同的来埋葬 一同的来除灭 但是基督姊妹们 我们是与他又一同的复活 这边讲到我们同他一同埋葬 也是从他一同从死人中复活 所以叫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新样中 能够生活行动 Amen 第五节里面讲到 我们在死的样式里边 与他联合生长 也必要在复活的样式里边 与他联合生长 我们一起把两个小点读一下 这里并没有神秘的替换或交换 不是替换 而是神圣的生命分次 注入到属人的生命里 以神圣生命与属人生命的调和 所以这边我们把罗马书和约翰福音十五章又连在一起 藉着我们的一同的埋葬 一同的复活 在死的样式里 并且在复活的新样里边 同他是联合的生长 像一个联合的生长 就用约翰福林明里边这个节制的图画 真的这个枝子和这个葡萄树就是一起的长出来 在这个长的过程中 不断的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分次 这个神圣的成分的这个注入 所以这边完全不是要把这个枝子替换掉 而是这个神圣的生命注入到属人的生命里边 就像这个葡萄树里边的这些成分注入到 进入到这个枝子里边 这真的是就是神圣生命与属人生命的一个调和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不是一个替换 乃是一个最美妙的一个实际 我们一起把第三重点读一下 和两个小点 主基督徒经历这种最美妙的实际来是在基督徒的基督徒 基督徒以生命的方式临可唯一 而基督所是 并所有的 我全是为这一件事 为这一件事 他因为我们有身体的连结 通过过一切的生活 在主的回復 我们这边看到弟兄们实在有这样一个负担 我们需要重视这件常常被忽视的事情 就是皆知的生命 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不是一个单独的生命 也不是一个替换的生命 乃是与神接在一起一个皆知的生命 这样一个生命啊 甚至可以说基督他所事并所做 这完全就是为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与他能够有一个生机的连结 过一个生机的生活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主啊 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多的事情 就是让我们生活上能够与你那个连结 我们生活上要能够与你连结 必须我们生命 那是一个皆知的生命 我们愿意啊 不活我们这个老我 我们愿意让我们这个旧人能够埋葬 愿意让这些的拦阻全都除去 让我们这个人呢 是活一个连结的生命 甚至与你生长在一起 长在一起 一种一种在调和中联合中生长的 这样一个生命啊 求你啊 每天用你的神圣的成分注入到我们里面 让你生命与我属人的生命来调和 其实实在是我们就是一个敞开 就是要这样一个敞开 这个枝子与这个土豪树之间 实在不能再有这样一个间隔 我们需要像这样一个分次来敞开 阿们 好 第七个大点 又是一个一组的这个对比 我们一起把第七个大点来读一下 那这一边呢 我们要不先把五个中点读一下 然后我们再回到来看这个内容 弟兄我们第一个中点 在枝子的生命里 枝子有他同样素食的特征 但因着枝子在较好的生命上 枝子的生命就被高高并变化 在枝子的生命里 圣神对生命在我们里面做过 高调和消极的元素 阿们 在枝子的生命里 耶圣神的生命 使神员出所造的补迫 此国 在枝子的生命里 神圣的生命将基督的风附 供应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 阿们 第五 在皆知的生命里 尽透我们全人 阿们 所以第七个大点 就是帮我们 除去我们一个天然的想法 前面那个讲到 我们常常会有 觉得好像是我们这个人 就不活了 然后让神来代替我们 我们也有常常一个看法 就是我们这个属人的生命 我们可能会常常对我们属人的生命 有这样一个质量 有灰心 那主啊 你是不是就把我这个属人的生命 给除去了 既然我这个属人的生命 也不够好 你就把我这样一个生命 给除去了 让你的神圣的生命 就进来 其实不是这样的 并没有把我们这个属人的生命 给除去 而是把这个神圣的生命 用这个神圣的生命 来加强拔高 并且来充实 这样一个属人的生命 就像这样一个 我们又回到看到这个 罗马十一章这边 接枝的 那接上去的 其实就是我们这些 野的这些橄榄枝 野的橄榄枝啊 其实里面带有许多 这个野的这个成分 这个野的 这个 甚至繁俗的 或者甚至是 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成分 在这个野的这个橄榄枝里边 但是当他接上去的时候 他并没有就把这样野的这个 橄榄枝的这个生命 给他完全的除去了 而是一个生机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不断的有神圣的生命注入进来 并且能够把这样一个野的橄榄枝 能够加强 能够拔高 能够充实 甚至这样一个野的橄榄枝 能够结出一样的果子 是跟这个蒸的这个 跟着那个树 一样的这个成分的 这样一个果子 能够结出来 这实在是一个 神的真的是奇妙 又智慧的一个工作 能够把我们这些 不配的人能够变化 他不是要来代替 或者除去 乃是能够一步一步的 把我们能够变化到 变化到跟他一世一样 第一个终点的讲道 其实枝子其实保有 他同样的这个素质的特征 但是呢 他能够接在一个 较好的生命上面 他的生命 他就能够被拔高 被变化 我们呢 乃是让这个较好的生命 来征服那个较低的生命 主啊 你的生命进来 征服我这里面 这个较低的生命 让我这个较低的生命 被你这个较高的生命 来充实 来拔高 来变化 阿们 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在一面呢 其实我们里面 确实有很多消除 消极的元素 所以他不是把我们 整个这个生命给 属人生命给出去 乃是把里面 这些消极的元素 借着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 排除掉 这就是神的 在我们里面做工 排除掉这些消极的元素 这边讲到 我们这个 就好像渐渐的变化 与他同样的形象 这乃是借着 不断的观看并反照他 这样一个观看和反照 就是他在传输 他的成分 这样观看和反照 就是不断的来变化我们 那这样子 神圣生命的这个做工 是除去了这些 属天然的这些 并且这些消极力的成分 把他给杀死 但是他并不是把我们 人的这个性情给废去 好像我们这个人 就不再是人了 不是的 我们还是这样一个人 乃是我们这个人的性情 被拔高了 并且我们的人的性情 还要被神来使用 那这是消极一面 排除这个消极的元素 那积极一面呢 就是使神所 原初所造的 能够复活 其实神造我们 其实要成为美好的 当然因着种种的过程 我们偏离了 神原初的这个目标 但是神他并没有放弃 他是要重新得回 重新得回 要把我们恢复到 他原初所造的 那样一个光景 所以他一面 排除消极的事物 另一面呢 来够殆尽复活 是借着复活 来恢复神 所原初所造的 这样子我们原初 所有的这样一个功用 受造时有的功用 就能够得到 恢复加强 并且充实 阿们 阿们 那这样子的恢复 加强充实呢 其实啊 是能够来拔高 甚至拔高 我们的这个官能 拔高我们的官能 接着我们看 这个罗马书十二章 就看到 我们心思的更新和变化 这就是不断的 这个节肢的 这个生命 在我们里边 供应这个成分 在我们里边 做这样一个做工 借着心思的变化 叫我们这个心思啊 能够甚至验证 神那美好 可喜悦 并存全的旨意 我们的原来的心思 是黑暗的 是死亡的 是不认识神的 甚至与神为仇敌的 但是这样一个心思 能够 这样的一个官能呢 能够借着复活 被拔高 甚至能够来验证 和为神那美好 可喜悦 存全的旨意 让我们的心思的 拔高的一个程度 能够认识神 认识神的这个旨意 借着这样的功能 把我们心思 情感意志 得着更新 得着拔高 那到了这个终点 我们看到 拔高到一个程度 甚至把我们这个全人 都来浸透了 基督啊 就是要来充满我们 我们这个人呢 乃是神的一个容器 容器最宝贵的 乃是向着神敞开 那神造我们那个容器啊 也是为了来充满我们啊 能够有神的这样一个形象啊 并且这样一个形象 还不是外面的 而是从里面的 这样一个浸透 变化 并且磨成出来的 最后啊 这样一个荣耀 借着我们这些器皿 能够彰显出来啊 借着神圣生命 这样的浸透 我们就磨成神的形象 这实在是非常荣耀 一个光景 我们借着这一篇 看到 结枝的生命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把我们来变化 成为神所要的形象 那我们再回头 简单来看一下 这一篇信息 为什么如此的来强调 这个结枝的这个生命呢 就是因为 只有这样子一个生命 才能够让我们 活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那为什么这篇信息 一再的来强调 这个生命 它并不是要来替换我们呢 也不是要把我们原来属人的生命来除去 为什么这样一再来强调呢 是因为我们常有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希望 可能是需要享有一个改变 我们可能也在生活中 对我们自己有这样不满 有灰心 想要变得更好 就是想要一个改变 但是这篇信息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改变呢 不是一个瞬间的 或者是一个状态上面的改变 因为我们一会儿变得好了 我们可能光景从下沉变成高昂了之后 但是我们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下沉了 我们一会儿不喜乐的时候 变得喜乐之后 可能遇到一件事情 我们又不喜乐 但是这一篇信息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结枝啊 是一直的连结 是一直的 这样一个调和的过程 不是瞬间或者一时 我们状态好 光景好 而是我们一直的接待在上面 一直的不分开 就是借着这个一直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能够与他不断的在这个生命上面 这样一个连结 性情上面的调和 人位上面的一个合并 所以啊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一直的一个事情 一直每天 一直都能够能够跟他接在一起 这一个这个侄子啊 没有一刻能够离开这个葡萄树 一旦离开这个葡萄树 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生命 截至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外边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甚至在召会中有许多的服饰 但是啊 我们一旦离开了这样一个截至的生命 我们里边就没有东西 我们只是在外面的这样一个模仿 但是这篇信息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一直的 一直的连结在这个葡萄树上 一直的接在它上面 只有这样一个截至的生命 才能够让我们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Amen 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接下来可以有两位弟兄为我们 出交换一下 Amen 谢谢主 这一天呢 跟我们看到啊 这个啊 基督啊 神是有一个神的心意啊 就是要让我与神 神要与我们合一啊 成为一个成为一个生命 那在罗马书里面 给我们启示到 给我们看到说 我们啊 我们 我们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生活 这样应该就是一个皆知的生活 那啊 那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这个枝子啊 那主就是这个葡萄树 那我们需要再接在这个 葡萄树上 从这上面得着生命啊 那我是特别被摸着啊 这个第六 呃呃 第七大点啊 就是第七大点里面讲到说 我们属人的生命啊 还有是会 我们这个不是被排除 乃是被神圣的生命 加强拔高兵冲死 那我 对 那我我呢 呃 前一阵子我这个手手手肘这边受伤 一直一直都没有很好 那我外面也去做了很多的 呃 擦药啦 然后也去做了一些physical therapist 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去问了医生 那医生跟我讲说 因为这个我受伤的地方呢 是一个血液不太不太容易经过的地方 那也是不太不太不太去的 就是说血液流通的比较少的地方了 那我就想到说这个血液啊 他因为这个血液是带着这个养分 带着这个啊 可以把我们的细胞啊 把这个旧的这些毁坏的细胞啊 能够提供养分 让这个新的能够让他新的东西 新的细胞可以长出来的一个过程 那我就觉得就想到说 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属人的天然的生命 因着亚当的关系 我们是吃了生命树 所以我们的天然的人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败坏 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 是一个 就像我的肩膀一样 是一个受伤的 是一个软弱的 是一个盆痛的肢体 但是呢 我们需要感谢主啊 主是这样爱我们 他完成了这一切的工作 那我们呢 只需要简单的就是 就像刚刚李东讲的一样 我们就是要悔改 相信 悔改 转向他 我们就做一个皆知的生命 里面呢 得着这样的一个 皆知的生活里面 就得着这样一个皆知的生命 这个生命呢 能够来 来致死这一切的消息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帮我们的这个 可以帮我们这个生命 可以提高 可以加强我们 那 就是 我就觉得说 我这个人就像 就像一个这样 受伤的一个肩膀 那我需要 主在这里面 来充实我 来加 高我 来加强我 让我能够在身体里面 成为一个 能够 能够进攻用的 子体 Amen Amen 感谢主 刚才几位弟兄 帮助我们 更清楚地认识 基督 生命这片信息 让我们知道 神的渴望 神心头的愿望 就是与人 所有的关系 乃是要与他成为一 将他所救赎的人 从野橄榄树上 剪下了 安置在自己的 真葡萄树上 使他的经历 成为我们的历史 让我们过 接着的生活 而且让我们知道 接着要成功 需要两种 相似的生命 结合在一起 长在一起 就神正面而言 他造人是 按照他的形象 和样式造的 就与 与他有相似的生命 只是有相似的生命 还不能生机的 结合在一起 还需要双方的切割 为了使我们能 接知到 基督者真土的树上 他还必须经过 肉体定时复活的过程 做好切割的准备 预备好一切 等候人悔改 接受他时 也做切割的准备 然后紧紧地 接知在基督者身上 接受基督复活后 次生命灵的供应 接知才能成功 从客观上讲 我们这些蒙神 大爱 蒙神怜悯的人 重生之后 都应该活 接知的生命 不再凭自己 天然肉体 所适而活 乃是该凭基督 接知的生命而活 记住这篇信息 也让我们清楚地知道 这种接知的生命 不是生命的替换 乃是属人生命 与神圣生命的调和 使基督与我们 能有生机的连接 一同过 接知的生活 也可以让我们 在生活中 经历到 接知的生命 在接知的生命里 不是叫人的生命 除去 乃是被 神圣的生命 加强 扒高 并充实 因为在神圣的生命里 他自身带有 能听命我们 属人生命的 感受 了解我们里面 消极的东西 当我们在 在一些情形中 在一失望的时候 在消极的情形时 我们越愿意 告诉主 越爱他 越依靠他 越与他成为一 就越经历 这属灵杀死 一切消极情形的能力 同时基督的生命里 又有一切 我们所需要的元素 在他的生命里 不仅仅有 杀死的元素 也有滋养的元素 能发高 加强我们人的生命 最终是我们能 过接知的生活 一直处于 切割状态 一直处于 与他 紧紧的连接 接受他生命的供应 让基督的丰富 净透我们 并变化我们 磨成基督的形象 感谢主 这边星期 实在是让我们 有一个新的看见 和新的启示 让我们能够 一直向主敞开 过接知的生活 阿们 明天 明天 感谢观看